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对人生的感悟最为深沉 在日复一日的农耕生活时间中 他们将获得的经验之汇 总结出一句句农村俗语老话传承至今 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 那么,这句农村俗语六十不交言 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饭,九十不留作 是什么意思?有道理吗? 六十不交言 古人称六十岁是花甲之年或者是耳顺之年 此时星星已经修行得十分成熟 在农村老辈人看来 到了六十岁以后日常就不要随随便便与陌生人谈话交心 因为火多会出错 若说到别人不好的话 很容易会传到别人的耳朵里 给自己晚年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此外,这个年龄做事就不要再斤斤击翘 日常因为一些不起眼的芝麻小事就跟人吵架 难免会让人在背后看笑话 七十不留宿 古人称七十古来西 在过去人们的生活条件及医疗水平普遍都非常低 加之战乱,自燃灾害等因素影响 平均寿命仅在四十岁左右 一个人若能活到七十岁是很不容易的 处于古兮之年的老人,做什么事情就要格外谨慎 这个年纪身体会比较虚弱,身体随时都可能发生病变的风险 在农村老辈人看来,夜晚最好睡在自己家里 不要留宿到别人家里 避免给他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八十不留饭 古人称八十岁是冒蝶之年或者是账潮之年 在古代一个人能活到八十岁一定是世间少有的高寿了 到了冒蝶之年,日常行动就不得不依赖于拐杖作为辅助 在饮食方面也是很讲究的 日常一日三餐进去的地方有很多 稍不注意就可能会危及生命 所以,民间就流传着八十不留饭的俗语老话 九十不留作 古人称九十岁是台北之年夜交冒蝶之年 在古代一个人若能活到九十岁 一定是高寿中的高寿 此时家里早已子孙满堂 对于老人的日常活到还是很关心的 而邻里之间对于这样处于冒蝶之年的老人串门走动 也是格外的谨慎 一般人到了九十岁 身体都会每况愈下 平时串门走动也少 邻里之间见个面说个话大家都很乐意 但是,人们会很少劝责的 因为,对于腿脚不变的老人 很容易会发生跌倒等危及生命的意外发生 难免会给自己招惹麻烦 九十不留作变成了农村老辈人流传下来的不成文规矩 此外,还有两句俗语男曲五穷道哭 女家六要折兽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男曲五穷道哭 这句俗语,简单理解就是男人如果娶了这五种女人进门 以后就会穷道哭 到底是哪五种女人这么可怕呢? 第一种,放荡的女人 古人言百善笑为先 一个女人若是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孝顺 你还能指望她将来能孝顺公婆吗? 俗话说 女人嫁错毁一生 男人娶错毁三代 娶了个不孝顺的女人回家 公婆受罪 丈夫家在中间为难 这样的女人交出的孩子也可能是个不懂孝道的败家子 拖累家庭走向衰败 第三种,蛮横不讲理的女人 中国自古以来就讲究一个和字 万事以和为贵 夫妻和睦 和气生财 若是娶了一个蛮横不讲道理的女人 有矛盾也不商量解决 只会一哭二闹三上吊地逼着别人妥协 那家中根本就没有和谐 和气可言 最后只会婆媳不和 姑嫂不和 夫妻不和 那真的是家宅不明 每天只有哭的粪了 第四种,败家的女人 古人描述一个女人贤惠都会用上勤俭持家四个字 在物资贫乏的古代 一个家里若是有个勤俭持家的女主人 那日子就会越过越好 若是娶了一个败家的女人 那日子可想而知 绝对是穷到哭 不只是普通百姓家如此 就是王公贵族之家 有个败家女人当家的花也是一样的 像历史上最败家的女人慈禧太后 一生沉迷于奢侈享受 把大秦王朝都给败光了 小庄太后一生结贱 把自己省下来的钱用来帮助灾区的百姓渡过难关 这样显得的女人才能教育出英明神武的康熙大帝 而慈禧太后只能教育出纵欲而死的同志 和悲苦一生的光绪 所以败家的女人绝对不能娶 第五种 自私自利的女人 这样的女人只考虑自己的想法 嫁人后也总想着为自己娘家捞好处 完全忽略了负家的利益和感受 比如伏地魔就是其中一个典型 像汉朝时的太后王正军 就是古代最疯狂的伏地魔 在她的儿子刘傲吉位后 王正军当上了太后 有了权利就开启了伏地魔的角色 哥哥王凤败为大司马大将军 其帝王宠为安城后 后来王正军其他的几个弟弟也都封侯败将 王谭为平安后 王上为成都后 王立为弘阳后 王根为曲阳后 王丰时为高平后 世称武后 他把负家的江山都掌握在娘家人手中 这才有了后来他侄子王莽窜汉 多了他负家江山的事 皇家百年根基都因为一个伏地魔 而毁于一旦 我们普通人家更是经不起这样的消耗 女家六要折兽 这句俗语说的是女人不能嫁的六种男人 第一种不孝顺的男人 跟上面不孝顺的女人同理 一个男人对自己的父母都不孝顺 他对妻子和岳父岳母也好不到哪儿去 以后的孩子也会有样学样 不孝顺父母 那女人嫁了这样的男人 还有什么幸福可言呢 第二种好吃懒做的男人 古代社会 普通百姓家都是靠着种地为生 男人就是家庭的经济支柱 如果找了个好吃懒做的男人 那一家子的生活可想而知 连温饱都成问题 女人要是嫁给这样的男人 不但自己遭罪 以后生下孩子也跟着一起受苦 第三种爱赌博的男人 赌博的危害极大 多少人为之倾家荡产 在古代有的赌徒更是输得卖妻卖女 弄得自己家破人亡 像民国第一豪门扩少沈温宜 你一豪赌就输掉了上海一百多套洋房 最后冷落到饿死家中的下场 嫁给这样一个爱赌博的男人 就相当于拿自己的终身幸福去赌 而且也是十读九书 不但输掉了幸福 甚至可能输掉了性命 第四种 朝三暮四的男人 如果嫁给一个朝三暮四的男人 每天就会在猜疑 妒忌中饱受煎熬 还有可能在自己人老朱皇室 而惨遭丈夫抛弃 看看民国时期的婚姻 多少风流才子家外有家 原配妻子只能在家里独守空房 照顾公婆一辈子 自己饱受孤独委屈却无人可说 第五种 窝里横的男人 有一种男人就是在外是老好人一个 受了气也不敢回对 但毁了家就把气都撒在妻子孩子身上 嫁给这样的男人 一辈子只有受不完的憋屈 第六种 心胸狭隘的男人 像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中的安家和 是很多人的童年噩梦 这也说明了婚姻里嫁了这样心胸狭隘 多疑的男人 确实可怕 这样的男人在现实中是也有的 恋爱时可能有所顾忌 只表现出了小心眼的一面 结婚后有的可能会上身为猜忌 控制 甚至可能是家暴 想多活几年 一定要远离这样心胸狭隘的男人 好了 以上就是古人根据他们的婚姻生活经验 给我们总结出来的一些言简一概的忠告 大家觉得有道理吗 或者还有什么补充吗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 根据2020年公布的保险数据来看 医疗案件 占据投保赔付总数的88% 总共赔付42,417,000 而在其中 出现年龄大多集中在60岁左右 而60岁以后 出保案件量会急剧下降 甚至降低到年龄端最低值 可能很多朋友觉得不明 所以 简单来说 越是接近60岁的人群 出现严重疾病风险的可能性更高 生命威胁的概率也更高 而一旦渐渐康康地度过了60岁 则大型疾病的风险也会小很多 甚至可以概括性地讲 60岁就好比世人健康的门槛 60岁左右是否存在疾病表现 对健康而言尤为重要 60岁左右的老人 没有得过这三种病 值得为之高兴 以老年杀手心血管病 老年人面临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高于其他年龄群体 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 血管会逐渐老化 代谢能力下降 导致心血管系统的功能减退 心血管疾病包括心梗 血管瘤 关心病等 他们可能在老年人中迅速发展 甚至造成突发的心脏事件 这也是为什么人们称之为 老人杀手的原因 如果一个人在60岁左右 仍然没有出现心血管疾病的 相关症状 那么这意味着 他的血管还比较年轻 身体的新陈代谢功能 仍然良好 这也意味着 他未来患上这些疾病的风险较低 然而要保持心血管系统的健康 并降低这些危险疾病的发生风险 老年人需要采取积极的健康生活方式 以下是一些健康生活习惯 可以有效预防心血管疾病 一、健康饮食 均衡饮食对于心血管健康至关重要 老年人应该选择低盐、低脂、高纤维的食物 增加水果、蔬菜、全骨类和健康脂肪的摄入 避免高糖和高胆固醇的食物 二、适度运动 老年人应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适合的运动方式 如散步、游泳、瑜伽等 适度的有氧运动可以促进心血管健康 提高心脏和血管的功能 三、控制体重 保持适当的体重对于心血管健康非常重要 老年人应该控制体重 避免过度肥胖 因为过多的体重会增加心脏负荷和血管压力 四、不吸烟 吸烟是心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 老年人应该坚决戒烟 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五、控制血压和血脂 老年人应该定期监测血压和血脂水平 并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高血压和高血脂是心血管疾病的主要风险因素之一 因此控制这些指标对于心血管健康至关重要 除了健康生活方式 老年人还应该定期进行身体检查 包括血压、血糖、血脂等的检测 定期的体检可以及早发现潜在的心血管问题 并采取相应的治疗和干预措施 在老年阶段 保持良好的心血管健康需要综合考虑多个方面 包括饮食、运动、控制体重、戒烟等 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定期的身体检查 老年人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并提高生活质量 同时定期就医并遵循医生的建议也非常重要 以便及早发现和治疗潜在的心血管问题 二秋后酸胀的外伤骨折 骨折是一种严重的损伤 它可能对骨骼健康产生长期影响 尽管骨折后的恢复过程可以帮助骨骼重新愈合 但是骨折后的骨骼状态往往会低于原先的健康水平 骨折造成的骨质开裂需要通过新的骨架形成来进行修复 而这种新生的骨组织可能在柔韧性和健康程度上不如原有骨骼 这意味着骨折部位的骨骼可能变得更加脆弱 更容易再次受伤 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来说 随着年龄的增长 骨骼会经历老化过程 这意味着曾经发生的骨折伤害在这个阶段有可能再次出现 老年人的再生骨加可能因为钙质吸收效率降低而变得更加脆弱 这不仅增加了二次受伤的风险 还可能导致一系列与骨骼相关的疾病 如膝关节炎和关节畸形等 因此,如果一个人在六十岁左右甚至更早的年龄段 几乎没有经历过骨折 且骨骼保持健康完整 这无疑是一件好事 这意味着他的骨骼没有受到严重的损伤 并且具备较高的骨骼健康水平 然而,即使没有经历过骨折 保持骨骼健康仍然非常重要 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来说 以下是一些维持骨骼健康的建议 一、均衡饮食 摄入足够的钙和维生素D是维持骨骼健康的关键 食物如乳制品、鱼类、豆类和绿叶蔬菜富含钙和维生素D 二、做适度的体力活动 进行适度的有氧运动 力量训练和平衡训练有助于增强骨骼和肌肉 提高骨密度和稳定性 三、避免摄入过量的咖啡因和酒精 摄入过量的咖啡因和酒精可能影响钙的吸收和骨骼健康 四、不吸烟 吸烟会对骨骼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应该坚决戒烟 五、定期进行骨密度检查 骨密度检查可以评估骨骼的健康状况 及早发现骨质疏松等问题 并采取相应的预防和治疗措施 总之 骨折对骨骼健康可能产生长期的影响 对于老年人来说 保持骨骼的健康非常重要 即使没有经历过骨折 通过均衡饮食 适度的体力活动 避免摄入过量的咖啡因和酒精 不吸烟以及定期进行骨密度检查 老年人可以更好地维持骨骼健康 并降低骨折和其他骨骼相关疾病的风险 三井房老年痴呆 根据我国现有的数据统计 全国大约有600多万名老年痴呆患者 而通过临床数据的整合发现 老年痴呆的高发年龄区间在55岁到60岁之间 这意味着在60岁左右 由于身体炎症因子抑制不足以及神经老化 出现老年痴呆的风险最高 如果超过这个年龄 老年痴呆的患病风险会避开高峰期 相对而言更加健康安全 因此对于处于60岁左右的老年朋友来说 如果仍然没有患上这种病 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说明您又爬过了一个健康的坎 可以继续享受相对较好的身体状态 综上所述 无论是心血管疾病 骨骼疾病还是老年痴呆 都是那种只要沾染上 就有可能持续影响身体健康的疾病 长期被这些疾病困扰 健康状态不断下降 寿命也会受到影响 相反 如果在这些疾病的高发年龄段 也就是60岁左右 仍然没有受到这些疾病的困扰 给您带来的好处是持久的 这将减少更多的疾病风险 您的整体健康状况会更好 活到90岁的可能性也更高 然而 尽管值得庆幸 但对于健康状况 同样不能懈怠 我们仍然需要在日常生活中积极预防 并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以防止这些疾病的出现 这包括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 适度的体力活动 规律的生活作息 保持健康的体重和血压水平 定期进行身体检查和健康筛查等 通过采取这些积极的预防措施 我们可以进一步降低患上这些疾病的风险 保持身体健康 并提高寿命 因此 虽然60岁左右的年龄端 可能是某些疾病的高发期 但只要我们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积极预防 我们仍然可以享受长寿的可能性 并延缓健康问题的出现 在年龄增长的过程中 保持积极的心态 重视健康管理 与医疗专家保持沟通 并遵循他们的建议 这样我们才能在健康方面取得更好的成果 在日常生活中 做好这三件事 预防疾病 安享晚年 一计划低胆固醇饮食 对于老人来说 因为衰老所带来的影响 更容易出现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所以胆固醇的摄入自然需要严格的控制 与此同时 增加蛋白质的摄入 维持身体细胞的正常运转 同样非常重要 而适当运动 注意安全 很多老人觉得 年纪大了就要少动 以免受伤 其实并不是这样 越是老年人 为了延缓骨骼的老化 促进盖制吸收 就更要维持一定的运动习惯 能给身体带来诸多避意 例如跳绳、慢跑、快走等 都是不错的项目选择 但要注意的是 运动的同时 也要注意安全 如果因运动骨折受伤 反而得不偿失 在运动时 不妨穿上运动鞋 配戴护膝等基础防护设备 也是对自己的健康安全负责 三 保持乐观 扩大的心态 相关研究表明 长期处于负面情绪下 身体细胞的活性也会降低 继而影响到免疫系统 增加患病风险 而负面情绪本身 也会长期对神经造成刺激 继而导致老年抑郁 甚至老年痴呆的出现 所以 老人要时刻保持好心情 要学会变得乐观 豁达 才能尽可能减少负面情绪的产生 保护好自己的免疫系统和神经系统健康 60岁左右的老年朋友 还请以长寿为目标 用心且精致地生活下去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佛禅已经重视开通了Facebook 所以你只要在Facebook里面搜索 佛禅 点击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子慕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